大家好,祝大家国庆期间快乐!这期视频写了12个草书字,与楷书形状变化很大,如果能全都认识的,一定是书法大家。 下面说一说草书的运笔方法。草书行笔比较快,变化多端,它有一套独特的运笔方法。 草书的连画尤为突出,两个或几个笔花连在一起,改变了原来的形态,并不再独立,旗指用笔,取折用笔,折笔称方,取笔称弧。 草书经常是取中连折,折后接取,弧笔,环笔,运笔,弧笔也就是线条式弧状,环笔呢是环状的取笔。 草书的连笔带来多弧多取,多角多环的特点,运笔的时候,中策并用,拾转交替,圆活有力,富有弹性,还有翻笔,脚笔这些技法。 翻笔是翻转笔式,极快而行,用笔的动作是极快,脚笔是指在一字之中连续书写多个弧笔,称脚缠环转之笔法。 草书最为独特,也最具风格的是使用翻脚笔法,翻转网笔,疏密有致,有如如龙似蛇之事,万岁枯藤之态,运笔时做到万毫其力,从容婉转,潇洒自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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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